回春药铺,顾嫣然刚被带紧医治的内奸,黑衣人就赶到了 王妃 这么快就脱身了 不错,不愧是王爷安排保护本王妃的人 隐七表情僵了僵 王妃也太自恋了吧 她也没有想出手 是王妃一再提起,自己才勉强现身的 咱们王爷什么时候能来保护我啊 王妃,王爷什么时候能来 属下不知道 等侯府的人已经追过来了 属下先告退 回春药的药铺门口 已经被侯府十几个家丁堵住了 四王妃,我敬你是王妃 一直对你敬重有加 但你大闹我们侯府 还公然抢走我们家嫣然 你这样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就算你是王妃 也不能如此藐视王法 顾夫人 东西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本王妃最是敬重父王 怎么可能藐视王法 你诬陷皇族才是最佳一等 本王妃自己有儿有女 无缘无故为何要到侯府 将顾小姐带走 带走后 为何又要来这回春药铺 你敢不敢回答 都说十个后娘九个坏 这顾夫人不会是虐待顾小姐 四王妃才将人送来回春药铺的吧 四王妃你懂什么 少在这里阴阳怪气 依然是我的亲外生女 也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可能会伤害她 顾夫人 你这是在不打自招 本王妃一个字也没有说你伤害了嫣然 本王妃只是纳闷 嫣然身上的伤究竟是哪里来的 难道是本王妃打的吗 人群的外围 莫其冤带着清风已经到了 四王妃好一张立嘴 在乡下庄子多年 除了养病 倒还学会了乡下妇人颠倒是非 瞒不讲理这一套 顾老太太随便怎么说 本王妃只想知道 顾小姐身上的伤是如何来的 看来四王妃是铁了心了 要在众人面前 接我们宁元侯府的短了 四王妃如此霸道无礼 相信过后 四王爷必然会给我这个老婆子一个交代 圣上也不会置之不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